大家好 我是韩国人们 是打假和讲老就在上一周啊 韩国人才跟大家聊 在台湾啊闹得沸沸扬扬的 也就是海底捞监视器事件啊 那当时啊 非常多决亲啊 都在大量的踏伐 就觉得说 哇 海底捞太可怕了吧 都要把这些影像传给中国大陆 那我当时也笑笑说 哇 原来大陆的领导人 要看着台湾人吃这个海底捞啊 有够无聊的 闹到这一周 所以陆续你都看到什么样的新闻 也就是海底捞啊 对于这个监视器啊 台湾的海底捞做出试点声明啊 说若违法愿承担啊 当时的内文就写非常清楚啊 海底捞声明如下啊 安装在店内的录影设备 主要希望能够更好地保障 消费者用餐的权益与安全啊 并且避免有服务不周的地方 改进服务品质啊 只是单纯的保存 而从未拿来做 这个顾客的这个辨别分析之用啊 所以录的影像 会依这个录影的顺序啊 还有这个循环的覆盖啊 就是我今天录完了 这个他们可能有几天的这个保存期 保存期一过 然后可能那天也没有顾客提出 我对于那天比如我东西掉啦 或者是有什么纠纷啊 除非有这一些的情况之下 它基本上都会照着时间去覆盖嘛 但是我觉得各位 台湾层起何时 这种问题这种废话 有需要讨论吗 如果你说今天中共真的要渗透的话 中共偷偷去买通一个 你们完全不起眼的小吃店不就好了吗 因为每一个大概有一点规模 不要说路边摊啦 基本上韩国人现在看大概七八成 都会有装监视器 就是要保护自己店家 也要保护顾客的权益嘛 这不就是台湾现在最普遍的事情吗 所以当时这种事情会爆出来 我真的觉得 很低能 不是单单爆出来而已 是非常多绝情 非常多台湾人 都在热烈的讨论 韩国人前几天也去台北车站 台北的那个海底捞车 我也稍微这样看一下 这监视器很多啊 然后勒 我只觉得很安全啊 我不认为是说这个影像 要传给大陆的这个中共 让他们看我们是海底捞要干嘛呢 所以就像韩国人刚刚讲 那你今天随便 如果他们那么想要看我们的影像的话 随便去找一间 有装监视器的 跟他买影像买到大陆就好啦 干嘛要找一个这种企业 而且啊 好笑的来了 当时大家 大陆网友非常清楚都已经说了 这个老板是新加坡人 这个影像是怎么样 先传回新加坡 然后再传到中国大陆 或者有人说 不对啊 这个海底捞明明就是大陆开始公司 好我不管啊 你要告诉我们意义在哪里嘛 而且当时啊 爆出这则新闻的也就是什么 也就是印度的媒体 当时他就爆出所谓的这个 前加拿大军方情报专家 与电子犯罪顾问啊 和调查记者密学啊 撰稿指称啊 海底捞的温哥华分店被发现 店内安装了多达60台监视 摄影机啊 那就是因为这个印媒 这样一爆料出来 哇台湾媒体就很害臊 因为近期真的 台湾的媒体超爱用印度的媒体 因为近期台湾 跟印度常常我们捐赠东西的话 哇有些印媒就感谢我们就还 或者是像之前 这个说双十节 这个印度媒体啊 也有把我们的双十的这个 算是我们自己 应该是我们去投放的这种广告啊 当时台湾媒体就说 哇印度媒体 哇也在帮忙庆祝双十 我想到就觉得好笑 业配就业配嘛 而且印度媒体有时间报这个 mail.com 去管你们的疫情失控 真的是愁中愁到低能 那台湾继续操纵低能的文章 上周海底捞 这周又是什么大新闻 也就是啊防挖角啊 台湾的劳动部啊 这个禁灯啊 大陆职缺的广告啊 哇各位 为了防止挖角 劳动部禁止台湾的这个任何的人 去登这个大陆职缺的广告 然后内文就写 劳动部啊近日发函给人力银行啊 就是网路这种真材的公司啊 要求啊不得刊登企业招募人员 付中国大陆就业的职缺资讯 并要求全面下架 为者恐罪重罚50万 若有仲介行为者 最高罚500万 其中啊这个机体电路啊 半导体或者IC产业 更被列为关键产业 将加重处罚 各位 我今天讲的地方不是民主自由的台湾吗 曾几何时 今天连台湾劳动部都要管这个所谓的大陆的职缺的问题 如果有人刊登就要罚钱 这什么恐怖的地方啊 而且你那么怕他挖脚干嘛 台湾不是一片欣欣向荣吗 蔡政府不是一直告诉台湾人民 哇 我们这个月又突破什么 哇 出口突破一兆 用台币一般很多人都是用美金 结果是我们自己用台币 而且这就在昨天的新闻啊 蔡同学 哇 又PO一篇文章 标题就写啊 主技处啊 估计啊 首技经济成长啊 有8.16% 全年破5% 非常的大 然后蔡同学当时还PO了一张网军梗团 这个经济预测啊 国际评比啊 都传来好消息啊 2021年啊 经济成长率上修至5% 还有什么 标普主权平等 升至AA级啊 哇 台湾一片欣欣向荣 结果好笑的是 如果台湾今天欣欣向荣 为什么还会担心大陆的挖脚呢 如果今天台湾 大家都赚很多钱 每一个企业 每一个所谓你们讲 不管台积电 或者下游的厂商 大家都订单满满满 韩国人已经讲过了嘛 如果你的结构上面的这种 最大最赚钱的地方 赚得越多 应该就会像流水 像瀑布一样流下来 结果我今天讽刺的是什么 你蔡同学你告诉台湾人民 哇 经济预测国际评比 都是非常No.1的 那为什么我们还担心大陆会挖脚呢 企业都在赚大钱 就是跟蔡政府一直大那一圈的文章 都是一样的 我就照着他论调去讲 我们成长率这么高之下 那大家怎么样 非常多企业早就已经把薪水都调涨 给员工 对不对 大家爽领高薪 爽领高薪谁想要离乡背景 去这个所谓的 不管中国大陆啊 或者去海外去工作呢 我实在不懂劳动部近日发行 给人力公司要求不得刊登 这个招募人员赴中国大陆就业的 这个直缺资讯 然后要罚钱 各位你们有人可以解释一下 就是why吗 而且他用的都是什么话语啊 各位朋友 他用的全部都是这种 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啊 可能很多决心听到 对啊 我们现在那么强的企业 像是这里面就写这个机体电路啊 半导体或IC产业啊 对不对 对啊 就不应该怎么样 被中国大陆挖去啊 那韩国人已经讲过矛盾点了啊 如果台湾欣欣向荣谁想要离乡背景 去大陆工作呢 还是今天各位 这一切一切都是假的 今天台湾的薪水 没办法像大陆如果真的要挖脚 给了这么多呢 我相信在台湾常常都听到什么样的言论 也就是今天大陆要挖你的这个人才啊 他通常都把你怎么样 把你在台湾的台币的薪水啊 直接变成人民币 比如说你在台湾赚3万台币 他就直接给你3万人民币啊 那当然啦那都是长期在台湾 很多人的一些这种民间的说法啦 大家有时候就知道 你知道这个工作 到大陆就可以变成人民币 这是很多民间说这个 想去大陆发展的一种想法 但是各位 我就已经讲啦 台湾欣欣向荣还需要去大陆吗 早就薪水都已经涨涨涨啦 对不对 大陆出一倍 台湾就出两倍啊 而且你说台湾是自由民主的社会 怎么今天会可怜到担心人才被挖角啊 而且Keep point来了 如果今天劳动部真的这样做的话 那根本证实我们不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地方 不管我们的企业要争裁 或者是到中国大陆 或者是这个中国大陆有职缺 我们竟然刊登这些竟然要被罚钱 跟着所谓之前说中国加油武汉加油 当时民进党说这本书有可能会渗透的一样荒面 哇 多么可怕啊 绝其颖这是你说的这个自由民主的台湾吗 你说台湾人才被挖角 光当时我们的台积电怎么样去美国 怎么样被外资大量的掌握 之前我们直接问这个经济专家的立委 李贵明委员 当时他就讲非常清楚啊 台积电70%都掌握在外资手上啊 然后就在前阵子三月份有一则新闻就写了 台积电协助赴美员工申请绿卡 子女免学费12项丰厚留财福利 一次看 你看 我们的人才也送往到美国 哦 就没关系 你以为现在的中国大陆 真的是跟十几二十年前一样 需要挖大量的台干吗 而且各位 要去已经早就去了 还等你去立这个法 然后把台湾的民主自由整个脸都丢光 美国可以啊 中国大陆不行啊 还要特别帮你用法律啊 所以为什么前天 韩国人跟大家讲台海啊 现在是世界上啊 哇 最危险的啊 也就是英国的这个经济学人杂志这样说啊 这几天都是在台湾闹得沸沸扬扬的嘛 非常多人都在讨论说 哇 这里面也就是台湾好像是怎么样 被夹在中间 这是现在随时会爆发最危险冲突的一个地方 那当时蔡同学还回应什么 哦 我们大家一定要携手啊 哦 一起团结啊 守护我们的民主自由 结果守护到现在 守护成这样啊 守护到我们都会怕大陆挖脚我们 然后又要说我们 哇 一片经济一片被看好 又怕被人家挖脚 这是什么鬼道理 所以为什么台湾现在经济权都说 我们有可能会有这种冲突爆发 我们的蔡政府不是一直还在继续戳中国大陆 戳戳戳从一堆的部门戳到现在 劳动部都要戳中国大陆了 多么荒谬啊 劳动部不帮这些劳工们好好去想 权益的部分 只会去想我们要防止中国大陆挖脚 所以今天台湾人赚钱都不民主自由啦 所以啊 最后韩国人只能告诉各位啊 你不管海底捞的事件 不管到今天台湾的劳动部 禁止大陆职缺的广告 你可以非常充分看到台湾如此的没有自信 然后还有前几天经济学人 一说台海将危机 那危机的架构到底是什么 不就是我们一直戳对岸 我们一直配合美国 我们的台积电人员可以赴美 可以帮你申请绿卡 可以给你这么多福利到美国去 就跟之前禁止中国大陆APP啊 那都是一样的道理啊 因为怕他们切绝我们的技术啊之类的 人家的天和号太空战都已经发上去了 你以为中国大陆只有一个管道自由 一定要挖台湾的人才才能去学会 任何台湾现在领先的技术吗 各位啊 我这样看下来就只是怎么样 非常单纯就是搞仇宗 然后把台湾的民主自由 完完全全给摧毁 这就是民进党在干的蠢事 觉醒你还告诉我民进党 叫民主自由放你个屁啊 结束